字幕志愿者 海音乐 我们开始进入热力学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第一個部分 在我們之前講的 都是有關於長度 OK 時間 然後質量 那這個呢 這些物理量 對應給我們的就是 力 OK 然後能量 你所推導出來的 這個導出量的部分 然後還有什麼 momentum 甚至於是速度 這個是我們常常用到的 幾個這個物理的基本量 跟導出量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我們看一下 溫度這個東西 今天很冷 你如何得知今天很冷 就感覺 這個身體受不了 對不對 那就是你的什麼 觸覺 OK 你的觸覺 那你如果把自己關在棉被裡面 所有的身體的感光 皮膚都不接錯 外界 你根本就不會感覺外界很冷 對不對 那棉被本身就是你的什麼 絕緣的 一個 類似我們在實驗室裡面做儀器 來做那個 你們那個熱容量 你們有沒有做過熱容量的實驗 那熱容量的實驗不是有兩層嗎 中間 裡面的那一杯跟外杯的部分 中間是隔了什麼 空氣 那空氣主要就是 空氣本身並不是那麼好的導體 那所以 棉被本身是一個 絕緣 讓你跟外界空氣絕緣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那這個是一個主觀的 這是我們主觀意識 所得到的 雖然你用到的都是物理原理 那你現在也在想一想 你希望你的被子 以前 你知道以前很老的時候 你如果你的祖母被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們要打棉被要用算幾斤幾斤對不對 那棉花 那越種的越好 因為為什麼 那棉花的容量越多 他希望能夠隔絕的空氣越多 但是你會發現說 你現在買的棉被 怎樣 要越輕越好 不是蠶絲被就是羽絨被 都是要越輕越好 所以這些東西是不是那個東西可以隔絕 基本上面還是要看某些定義 這個定義就是說 你如何去測量這個temperature的部分 那我們平常 你看到的 你這個溫度計 那這個 你這個溫度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 你有液體的溫度計 那也有固體的溫度計 這些溫度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液體過固體的溫度計 直接寫在這裡 liquid過 solid 那這個液體過固體的溫度計呢 基本上面 對液體的溫度計來講 應該是氣體 固體比較不容易去測量 你都是 平常我們用到的大部分都是液體的溫度計 那液體的溫度計就像你們在做實驗室的 那個水銀的那個溫度計 或者是酒精的溫度計 那氣體的溫度計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溫度計裡面呢 氣體也會隨著溫度來改變 那氣體的溫度計也是一個 可以測量溫度改變的一個方式 那基本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你要在測溫度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說 我希望它是在定容 所謂的定容就是constant volume 然後呢 它如果是氣體的溫度計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 你的氣體的量 這是氣體 這個氣體的量呢 是已經是固定的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是接一個 你的pressure 你的氣體壓力的測量劑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改變的情況之下 你看外界的溫度在變化的時候 那這個氣體會隨著什麼 這個氣體的量 會隨著溫度的改變的話呢 我們這個容積已經把它constant 但是裡面的壓力會隨著溫度來改變 那我們就去測量壓力跟這個溫度的關係 這個就是定容的氣體溫度計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我們會再琢磨來看待 那另外一種的部分的話就是電阻溫度計 那我們都知道說如果是一個金屬的話 那這個金屬的電阻本身 它其實是跟溫度有關係的 那一般的金屬 它會隨著溫度的升高 然後它的電阻會增加 所以在這個 這是對金屬而言大概是這種情況 那如果不是金屬這個曲線就不是這樣子了 半導體啊等等就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依照外界溫度的改變 它的電阻的這個比例值呢 反過來測量 我去測量你的溫度 我去測量你的電阻 那電阻呢 對應下來就是你現在的溫度了 ok 這是電阻溫度計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熱電藕 那熱電藕溫度計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最簡單的原理呢 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是兩片的不同的金屬 金屬A 然後這是金屬B 那這兩個金屬呢 基本上面 老師也許現在畫這個圖 你們不會很了解 我們說我們這個金屬A的部分呢 你電子填充填充 這是一個能階圖 那你把電子填充的最高能階 就是他們的繪米能階 就是他們的繪米能階 那每一個不同的金屬的話 它的繪米能階是不一樣的 所以電子 因為金屬A跟金屬B 原子和外面的電子的數目不一樣 所以繪米能階呢 隨著金屬的不同而改變 那如果我這兩個 我這兩個金屬沒有touch 沒有touch的話 就好像你這個是open的情況 那我說這兩個金屬之間 會有一個能階差 那我說它是 因為沒有touch 所以這個能階差呢 V是等於0 OK 但是我知道這兩個金屬之間 它的繪米energy 它有一個energy的difference 那平常我們怎麼知道它的繪米energy 是有差別呢 那直接講白的就是說 如果要從這個金屬電子拿出來的話 它需要做工做這麼多 那要從B金屬把電子拿出來的話 它需要做工做這麼多 所以你只要去看 你從某一個金屬要把電子激發出來 所需要給它的能量 你就知道這個金屬的這個繪米能階 把電子拿出來放到很遠的地方的時候 那你所需要的energy是多少 這個我們叫做工函數 這是兩個金屬沒有touch 它就是open secure 完全沒有touch的情況之下你知道 那這兩個之間就是我們所謂的WA 就是兩片金屬完全沒touch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我們把這兩片金屬touch了 那它變成一個close circular 那當你close circular的時候呢 這兩個高能量的電子會往低能量流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我們這邊 這高能量的電子往低能量流啊 所以這邊的能量 這個energy就下降 這邊能量就上升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open circular的時候 close circular的時候 這邊呢 energy比較高 這邊energy比較低 那你可以看到的 這兩片最後流到最後是什麼 這兩個電位是相同的 那這是close的時候 這邊close的時候 那因為你這邊的電子流過來了 所以這邊的一定是帶正電 那這邊是帶負電 所以我們知道兩邊流過來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的energy呢 那A的金屬跟B的金屬之間 它有一個電位差處 那這個電位差是多少 這電位差就相當於說 我B這個金屬 要把我的電子移掉的所需要的能量 跟A這個金屬 要把我電子移掉所需要的能量 那他們之間 這個電位差的傾斜度 就是我們這邊的 Wa±-Wb 那這個就是熱電汙溫度計的一個由來 所以你平常你看到很多的溫度計 那實際上它是兩片金屬 不同的金屬放在一起而已 那因為你把它接通了以後的話 那它就有一個potential energy的部分 那這個熱電汙溫度計 你可以去測量你所有的 在這個靈敏度範圍裡面的溫度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溫度計 那我們平常我們怎麼使用它呢 我們平常會把這樣子的一個熱電汙溫度計 兩邊的金屬呢 放在一個我們現在看到的 讓它這兩邊的金屬能夠溫度保持一定的一個裝置裡面 那這個溫度保持一定的裝置你可以用冰等等 反正它就是讓這個溫度保持一定 那我們把這兩個金屬呢 放進來 那這一端呢 就是我們的熱電汙 那我們把這兩端 這是銅線喔 然後接到我們的 這兩端接到我們的電壓電位機 去測量我們的這個電位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這個電位差是多少 要去看我們的這個溫度的關係 那這是我們平常我們看到的一個熱電汙溫度計的情況 除了熱電汙溫度計以外的話 我們還有一些是屬於這個光學的溫度計 那這個溫度計 光學溫度計呢 大部分是用在比較高溫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因為你不同的溫度變化的時候 那溫度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溫度變化 你的發出來的這個波長啊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金屬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面它是跟它的熱輻射有關係 那不同的溫度變化 你有不同的波長 那你因為你去測量你發射出來的波長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溫度變化 所以這個溫度隨著波長 輻射出來的波長隨著溫度的變化 那反過來我們要測溫度的時候 就是去測量溫度 去測量我們的波長 然後就知道我們的溫度變化 之前這個整個都是用在高溫底下的部分 那實際上你們那個耳溫槍啊 我們平常那個SARS期間用的耳溫槍 其實也是一個很靈敏的一個 所謂的光學的溫度器 它是利用我們的輻射 那這個熱輻射的話呢 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溫度變化的時候 你的熱輻射波長是不同 所以你去測量你的波長 你就知道你的溫度 這是一些我們的溫度計的一個 常常使用來測量溫度的一個方法 那不管你怎麼樣去使用你的溫度計的部分的話呢 你要達到一個你的溫度計一定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靈敏度要夠 那你要精確度要夠 然後你還應該可以複製 那可以複製的部分 你很快的反應速度 你也一定要夠 就是達到熱平衡的速度 那我們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說什麼是熱平衡 因為你所有的溫度計都是要跟外線 你要測量的東西去看你是不是跟它打到熱平 那其實這個熱平衡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熱力學裡面的地零定律 這個熱力學的地零定律 熱力學你一共要學零加兩個定律 它有地零定律還有兩個熱力學的定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地零定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熱力學的地零定律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說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有一個絕熱的系統 那這個絕熱系統呢 如果我把三個物體放在這個絕熱系統裡面 那ABC它其實對零定律講的非常簡單 我說我把A跟B之間呢 先放一個完全絕熱的物質 這是一個絕熱的B 這兩個之間呢 我讓它放的呢 是一個可以傳遞這個溫度的這個B 那我們可以看到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A和C它會達到熱平衡 B和C也會達到熱平衡 這個平衡都是熱平衡 他們都達到熱平衡了 那我們再把這兩個呢把它抽掉 這個AB之間的這個絕熱幣抽掉的話 我們要發現一件事情啊 我現在它過一段時間以後我抽掉了啊 抽掉以後呢我把這個絕熱幣放到這裡面來 OK 那我把這個呢 換成可以傳熱的 但是我會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A跟B之間它並沒有熱量的傳出了 所以A和B它也達到熱平 那這個就是熱力學的D0定律 它講的是什麼呢 熱力學的D0定律告訴我們就是說 當A和B跟第三個物體達到熱平衡 A跟B本身就達到熱 這是熱力學D0定律非常簡單的一個定義 A跟B跟第三個物體都達到熱平衡 他們是分別達到熱平衡 A和B就達到熱平衡 這個就是熱力學D0定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熱力學D0定律的部分的話呢 是非常簡單的 那我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說 你如何知道A跟B已經達到熱平衡 B跟C已經達到熱平衡 最簡單的D0這個關鍵是什麼 就是溫度 所以溫度本身就是一個 你是不是達到熱平衡 你是不是達到熱平衡 最簡單的這個物理量 OK 那當溫度相同的時候 他們就 他們有A有相同的溫度 所以基本上面的話呢 這個是我們看他是不是有達到熱平衡的 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他們的溫度是相同的 那你大概能夠理解說溫度所帶來的一個 在熱力學裡面的一個重要性以後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來看這個溫度的怎麼 來定他的scale 首先我們看到的 你這個溫度的scale的部分的話呢 我說溫度你要把這個溫度的scale定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要把溫度跟某一種狀態 這個狀態呢是我還不知道的 我把它稱為X好 那temperature跟X之間 如果它有一個線性關係 那是最理想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 我們說溫度跟pressure之間 然後溫度跟這個電阻之間 因為電阻跟溫度 電阻是溫度的函數 所以我們最後我們就變成 我們去測量電阻 我知道溫度 那pressure跟temperature之間有關係 所以我去測量pressure我就知道溫度 OK 好 那在這裡的話是電位差 這兩個的電位差之間 那我去測量電位差 我就知道這裡的溫度是多少 那這個是我去測量lambda 我就知道溫度是多少 所以這個scale coordinates 是可能是pressure可能是resistance 也可能是voltage過的是wave length的部分 那這個本身到底是什麼 那要看我們自己的定義來講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目前我們常常用到的這個 這個state是我們去選擇水的三項點 這水的三項點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這個點的部分 那這水的三項點是4.8mm 然後是273.1mm 然後是273.16度k的部分 現在是我們這樣子來表示它 那你如果用這個攝氏溫度的話 是0.01度c的時候 那在這個水的三項點的部分的話 我們去做 我說我們把所有的這個我們要測量的這個點呢 它的reference point都是水的三項點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去測量 在水的三項點裡面 你的溫度跟你的物理量之間的關係 是怎樣子 那你的比例值你就會出來了 所以那我們已經知道 水的三項點是273.16度k 所以任何的物體的物理量 我要測量的這個物理量 在水的三項點的部分是什麼 那你就把它放進來 那我說譬如說 我是一個液態的溫度計 這個液態的溫度計的話 那這個x 我就可以是一個長度 那如果我是電阻溫度計的話 那我的x就可能是我的電阻 我的電容溫度計 我們剛剛畫在這邊的 我的x呢 就是我的壓力了 那你就是在水三項點的 譬如說我定能溫度 水三項點的這個壓力是多少 然後我去測量其他點的這個壓力 我就可以知道那一點的溫度是多少 所以它基本上面是建立在一個linear的關係 底下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我對應的溫度把它寫出來 但是用這個方有一點點的問題 這問題是 假設你用不同的氣體的話 就很簡單的 在我們剛剛講的定容溫度計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去測量 我們說用不同的氣體 那去測量水三項點的壓力 然後對應它的溫度的時候 它雖然都是線性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的部分呢 我們會發現 我們用不同的氣體 確實它的斜力會不同 這個是 然後可能是空氣 你會發現就是說 好像我越接近這個理想氣體的溫度的時候呢 那它是這個水三項點的這個pressure 跟我的溫度之間是比較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它們延長通通交於一點 這一點的話 如果我把它延長以後 交出來的點就是373.16度 那我就發現說 原來我要去用不同的氣體去做 我的這個定容溫度計的時候呢 並不是這個斜力啊 它這個斜力是會有所變化的 所以我會希望的是 如果對於一個idea gas的temperature scale來講 我會希望的是 當我pressure 所以三項點的pressure 趨近於0的時候 它的pressure之間的比例乘上273.16度 這個時候就是我的temperature 我的定義期待的就是接近這個位置的時候 OK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條件底下的 我們就可以去定義了 我的理想氣體溫標 就是我們的理想氣體溫標 那我把它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理想氣體溫標呢 也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所使用的這個克式溫標的部分 那這個克式溫標 就定義了一個絕對0度 定義了一個絕對0度出來了 所以你在克式溫標裡面 我說這個克式溫標TK 是等於TC加273.15 這個克式溫標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平常在講的 它已經在這個 三項溫度的時候 趨近於0的時候 所定義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它就跟你所使用的氣體 沒有什麼大關係 因為它基本上面 它已經任何的氣體 它幾乎在這個點上面 它的變化是幾乎一樣的 那我們說我們這時候 我們在測量溫度的時候 就會更能夠精準的測量